我骑在粗壮的树干上,倒腾着手臂缠缩麻疼,幼儿很快地就越过了陷阱,几十只彪肥体壮的大鳄已经冲到了,三四百斤的大身子扑通扑通连声响起,压断了搭在溪沟上的树枝,被地球吸引力嗖的一声拽了下去。 紧接着沟底传出了沉闷的悲鸣和哀嚎,我想最少五六只身子透气了,他们庞大身躯的重量出卖了自己的生命,最容易死在这种陷阱上啊。 我急忙对着仪良打手势,叫他不要往下看,千万靠后站别滑下去。 他一个人站在巨石上确实很胖,因为那个位置离陷阱最近残酷的场面近在眼前啊。 仪良站在巨石顶上极力后靠,蹲下去之后用力捂住耳朵和眼睛。 鳄鱼的数量太惊人了,站在这棵大树之上眺望过去,整个大泥沼的地表凹凸起伏,泥水似箭,向前如动。 这就像我在曼谷的时候站在大厦顶楼执行狙杀任务,俯瞰下去马路上拥挤的汽车急驰穿插。 几百只鳄鱼急速奔跑的情景,注目太久会使人头晕,头一晕就很有可能被摔下大树。 我急忙摇摇头,让自己迷惑的意识清醒过来。 他们扑过来的面积很广,最前沿大概四十多米宽,中间的那些倒霉鬼已经掉进了陷阱。 两边的蜂鳄撞过流淌的溪河穿进树林想咬的那块鲜肉,我不敢再受麻疼了,生怕把鳄鱼都引到自己树下被它们包围起来,活活困死。 毕竟我没有长臂猿猴的本领,能在树林里跳来跳去,气死下面拼耐心的捕杀者。 鳄鱼只能在大泥沼里嚣张,搅拌泥水或撞碎细矮的灌木,而这条溪流就像中国棋盘里的杵和汉戒。 鳄鱼群一旦越过,就如兵足左右被动,因为丛林奔跑那是我的强项啊。 我可以轻松地腾过横生出来的盘曲树根,不且慢速度而凶猛的鳄鱼底盘太低,不敢在树林里乱窜乱撞。 真要不留神,恰在挫杂残区的树根团里,任凭它粗壮的后腿再怎么蹬它,也休想挣脱。 这仿佛是鳄鱼天然的枷锁和牢笼。 幼儿很快地被扎堆叠起罗汉的鳄鱼争抢干净。 吃到的开始高耸着脖子,迈着牛气的步伐往回爬,没有吃到的还左右摆动着嘴巴想胖胖运气,看看有没有肉屑可以捡到。 结果寻觅了半天,也没有收获,就晃动着大尾巴,抬起了粗壮的脖子,翻动两下鹤红色琥珀般的眼珠。 瞅了瞅四周的环境,感觉有点陌生。 在看吃饱的大部分同伴正朝泥爪里掉去,也就没有了底气,灰溜溜地成群结队地往回爬动。 一凉还在巨石上蹲着呢,双手捂着眼睛瑟瑟发抖,二十米长的溪沟上面,铺盖陷阱的伪装塌陷了一大半。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仔细地看了看地表,鳄鱼差不多都回大尼沼里了,我就轻轻地呼喊一凉, 一凉,别害怕,鳄鱼撤退了,你站起来,观察一下四周,给我打信号旗,我要下树过去。 一凉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站了起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左右摆动起了芭蕉叶子。 我知道那是安全了,就爬下了树去收起麻藤,并小心翼翼地走到陷阱前查看。 二十多只体骇粗壮的鳄鱼困在下面,有的被戳穿了肚子,脊背中间钻出木棍,棍肩上血淋淋的。 有的鳄鱼更惨,木棍的尖刺从下额戳进去,结果从一只眼睛里边冒了出来,眼珠挂在眼眶外面向下垂着, 乌血不断,鼓鼓外涌,唐的鳄鱼连张开嘴巴,好我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几只运气好的鳄鱼,只后腿被刺透,还在挣扎着。 从西沟的一头望上去,这些刚才凶狠无比的鳄上,现在就像被叮咕在墙上的壁虎一样可怜了。 西沟陷阱里,居然还有一对难凶难地式的鳄鱼,身子上下跌压,被同一根木棍穿着,如钟表的石针和纷针。 西水哗哗地从他们身体上卷过,不断冲伤,伤口处涌出来的鲜血,下流泛起的水花变得稍稍淡红。 我拿起用来挑舌的肠杆,站在钩岩上,捅捅这只,敲下那只。 有些没伤要害的鳄鱼,还甩着大嘴想咬着木杆。 眼睛里的怒火燃烧到了极点,大概想在捶死之前扯下去,然后把我几口吃了。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意图,所以格外地小心,真要意外地溜下去,很容易被大蟹扒块。 这几只冲在最前边的鳄鱼,体型硕大,四肢矫健,平时在鳄群里应该算得上是头目了。 不过现在中了我的陷阱,厌气那是早晚的事。 回泥沼里的几百只鳄鱼估计又要重新排名,争夺恶霸的。 陷阱西段最后的四五米上方,还盖着掩盖的伪装。 离一梁站的巨石很近,我一直保持着检查战场的习惯, 所以最后那点陷阱角落虽然说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我总觉得必须要检查。 从我的表情可以看出来,收获颇丰。 一梁见我过来非常的高兴,眼神欣喜极切地看着我。 我连帽挥手,一,是和她表示庆贺,二是要她提高警惕,细心观察。 万一大泥沼里的鳄鱼悄悄地过来几只,同样是很危险的呀。 临近西沟陷阱最后一点被掩盖的角落的时候, 我用肠杆继续捅敲着受伤的鳄鱼,查看他们的生命力。 呼地鼓进风,扑上面门,一只大的令人吃惊的鳄鱼嘴巴甩了起来, 差点就叼住了我的膝盖。 这家伙将近四米,口齿锋利并巨大,脖子着实肥厚, 远远的大过身子和尾巴的比例,简直就是一只十足的巨鳄。 它宽阔的脊背上油亮的鳞片,闪着清灰的光泽, 招视着健康和壮硕,给人一种他不称恶霸,谁与争锋的威慑。 我急忙后闪,亮枪了几步险些跌倒,要不是反应快和身法敏捷, 当时肯定被一口拉下,拦腰截断。 我惊慌之余,也不由得啊地叫了一声, 后几两骨的寒毛,如针刺一般的竖起,直躺冷汗。 一梁被我的反应也吓了一跳,他急忙喊道, 快,快上来。 我起身蹬跃上了大石,才敢回头观察西沟里的动静。 带到急跳的心脏慢慢平复之后, 也明白了那只巨鳄是滑进陷阱的, 他的身子卡在了溪坑半截,没被戳穿, 不过,刚才甩起尾巴张嘴想咬我那一下儿, 却使他现在整只庞大的身躯,彻底地掉了进去。 我必须尽快杀死他, 否则里面流血的鳄鱼会被他吃光, 那应该算是我的食物啊。 我解下了马靴上的鞋带, 把匕首在长杆的一端绑紧, 又像上次那样, 支出了一把粗糙而结实的毛。 其实,我可以用枪射他的眼睛, 出于长远考虑, 我不得不吝啬每一颗子弹。 这只巨鳄平时一定霸气十足, 不过这会儿掉进沟底, 看到了同伴的惨状, 他的四肢也发了软,不敢动弹。 我匍匐在西边蹲稳了身子, 把毛尖慢慢地伸下去, 干头的匕首被我用芭蕉叶子包了包, 因为锋利的寒光容易使鳄鱼紧张来回爬洞。 巨鳄鼻孔一张一息喘着粗气, 溪水冲撞着他的眼睛, 使他天生的隔水膜不住挑起放下, 保护着眼珠子。 木杆前端离他靠近了, 巨鳄还是没有做出反应, 他一定以为我在用长着芭蕉叶子的树枝 挑到他坚硬的皮甲, 那副若无其事的神态仿佛对我表示鄙夷和不屑。 我的心窝收缩到了极限, 脚下和腰部开始积攒力量, 往肩膀凝制。 说时迟那时快, 我牙齿一咬对准他那一只褐色的大眼睛 狠密地刺了下去, 又迅速地抽回了毛肝。 这次不同于上次捕上年轻小恶的方法, 对巨鳄捅进去不放太危险了。 巨鳄的爆发力会轻易地把木杆折断, 甚至可能弹伤我, 使我摔下膝钩和他较劲无异于和溯源的尊鱼一样蠢。 我的目的是刺瞎巨鳄的眼睛, 而不是天真的想把它戳死。 锋利的匕首戳破了巨鳄眼球的瞬间, 我毛肝的双手能清晰地感到 盲刃对视网膜的切割。 匕首抽回来的速度很快, 但手臂还是被巨鳄疯狂摇放的大脑袋震得酸麻, 毕竟刺眼是一种钻心的疼啊。 他在溪沟里猛烈翻打硕大的身躯, 溪水被垂直建设上来, 犹如广场突然通电的喷泉。 我整个上身都被打湿了, 水柱顺着头发不断地从鼻梁流下视线, 顿时模糊了。 快上来! 医梁又急切地喊我, 他很担心, 我急速地跳了上去, 医梁即刻扑在了我的怀里。 虽然说他是站在巨石顶, 鳄鱼无法咬到, 但惊险和血腥场面却看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为我担心的。 抚摸着衣梁的头, 我紧张地注视着溪沟里的动静。 刺虾巨鳄的那一刻, 真的很怕这个大家伙会弹出溪沟, 不用说咬我一下子的后果是怎样的, 光那将近半吨的硕形身躯就足够把我砸成重伤的。 巨鳄还在溪沟里剧烈地翻滚扭打, 吸盐上的小石子都跟着震动颠簸着向沟里滑, 幸好呢, 我刚才踩在结实的盐面上, 否则也跟着石子的滑动滚落下去。 一两柔软的胸脯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胸膛上, 彼此剧烈的心跳产生共振, 我想他的恐惧感应该在我之上。 我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使他尽快地平静了下来。 溪底的水柱还在不断直接上来, 有些甚至剑舌上巨石, 剑湿了搂在一起的我和一梁。 我急忙用剑舌的胳膊把一梁的头捂在胸口, 防止大的水花撞疼他的脸颊。 过了一会儿, 溪潭里折腾的声音慢慢地降了下去, 我想, 就过这会儿适应了瞎眼的疼痛了。 我轻轻地拍了拍一梁告诉他, 别怕, 就从巨石上跳起来, 再去查看溪沟里的动静。 此刻我的仙的挤张到了极点了, 生怕这只巨大的家伙有阴谋, 故意等我靠近, 一下子跃起将我吞掉。 我并没有直接地趴在钩岩上张望, 而是绕到了溪沟的另一头从那里看过去, 这样离危险就远一些了。 巨鳄横卧在溪沟底, 两侧岩壁对于它巨大的身架算是狭窄, 将在身体夹得呈现出压缩状态。 现在我确定了, 巨鳄根本跳不出来西宫, 一是里面空间狭小, 而是湍急的水流和湿滑的颜面, 令它无从发力和攀爬。 判断出这些, 带着稍稍好点的自信心再次靠近过去, 我必须要看厌它的伤势, 准备戳下巨鳄的第二只眼睛。 我剪了一片芭蕉叶, 又将血淋淋的匕首用吸水冲净, 包好后蹲伏下来慢慢地向巨鳄靠近。 吸溝里的其他鳄鱼死了很多, 本来穿在棍子上忍受死亡的象铃, 可巨鳄刚才自己疼得要死, 哪儿管得了其他鳄鱼怕不怕碰啊, 伤口处是疼是痒。 巨鳄只顾自己狠了劲地乱翻乱撞, 插在沟底岩石缝隙里的木棍, 被巨鳄撞断, 破坏力把穿透的鳄鱼伤口搅得更大。 即使伤了后腿的鳄鱼, 却脱离了木棍的固定, 虽然伤口血涌得更快, 却可以爬动了。 刚才我还担心巨鳄会把本该属于我的食物吃掉, 现在看来愤怒和疼痛已经将它的恐惧和食欲驱赶了。 这个凶猛的大家伙亮腔着靠在沟底湿滑的岩壁上, 用另一只变着星红的眼睛看我。 被匕首戳刺到的那只眼球破裂了, 仿佛酱油和血液凝成一股果冻状的糊糊不断从乌黑的眼眶中滑出。 巨鳄另一只健康的眼睛也许是被溶在溪水里的鲜血浸泡的缘故, 透着血的星红格外地吓人。 点烧的愤恨盘旋在瞳孔, 我就在它这只眼睛的视线里。 若我掉了下去, 它仍然可以用这只眼睛看到我被它咬碎的形状, 或者它若能爬出来, 从那只眼睛表达出来的仇恨可以肯定, 哪怕追我到天涯海角, 它要将我咬死, 即使我再爬回刚才那棵高大的树上, 它也会不顾一切地在下面疯啃树干, 哪怕牙齿断裂, 唇肉破裂, 依然不会放过我的。 可现在, 它锋利的牙齿还见好, 只是由于刚才眼球刺破的疼痛引起翻滚, 把嘴巴上的皮肉碰裂了许多, 猙獰的锯齿裸露在外面, 破碎的唇肉黏黏乎乎地沾在突兀的嘴巴上, 迟迟不肯被溪流冲掉。 包着匕首的干头又慢慢地靠近了它的嘴巴, 这个巨大凶狠的家伙这次不再若无其事地对待我, 它开始不安和暴躁, 用张大的嘴巴向凑过去的矛头低吼着, 并不断抬起前爪向前铺打, 想把干头的利刃打掉。 它现在知道芭蕉叶里边包的到底是什么了, 对那种刺破眼球的疼痛敏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很难再像第一次那样, 轻松地伤害到它的眼睛, 站在钩眼上左右变换着攻击的姿势,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太阳照射得更强烈了, 汗水不断地从我的脊背和胸口躺下, 我也有了一些焦躁和不安, 因为沟底都是新鲜的恶肉, 使我们能生存下去的珍贵的食物, 一会儿还要削割它们, 想方设法带回山洞, 现在不抓紧时间, 等到天色一暗下来, 再背着这样浓烈气味的食物从树林走, 那危险性可就大了好几倍。 在巨鳄没有双目失明之前, 我是没有办法将其杀死的, 搬起重石砸它效果不会太好, 它可以收缩皮甲保护, 要是丢下去的石头太多, 石头踩着爬上来, 可就有我好受的了。 正在我苦思冥想计策的时候, 突然一梁叫了起来, 快,快,快上来,快点,快点呀。 它几乎在巨石顶上边跳边挥舞着细长的胳膊喊我, 我即刻回头看看身后, 以为又有一只巨鳄从泥沼悄悄爬了过来埋伏在我身后, 准备袭击我。 可是除了几块青黑色的大石, 没有看到鳄鱼的影子呀。 我以为一梁是紧张过度, 看花了眼。 再看它时, 只见它蹦跳得更激烈, 脸上表情焦急万分, 顺着它抬起手臂的指向, 我朝溪流下游望去。 一头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把人吓得双腿瘫软的大山雄,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五十米外的下游处。 我捕上鳄鱼的时候, 大山雄也许正在下游觅食, 因为嗅到了溪水中鳄鱼的血腥, 随即寻找了上来。 此刻大山雄正拱着肥厚的腰, 仰着脖子停在下游, 向我张望。 这只体型硕大的山雄, 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但我可以非常肯定, 我和一梁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见证, 熊类之中堪称庞然大物的人。 假如说拿这只山雄和西沟陷阱里的巨恶对照, 比例无影于一只成年的猫和一只成年的大草鱼。 大山雄迟出了一会儿, 似乎在考虑我们能不能吃,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捕杀我。 一梁站在巨石上, 开始抖个不停, 我很想立刻跳上巨石, 拉着一梁往山谷上爬, 可又怕我的动作刺激了这头打如巨石的山雄野性, 使它急速地追赶过来, 所以我只能一动不动处在原地和下游的巨雄对视着, 上帝啊, 我今天还能不能摆脱这山雄的危险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